那么大家有没有想到 到底这些细胞需要什么营养呢 其实要很小心啊 为什么 因为如果当我们吃不对食物 给不对营养的时候 每一系统就会罢工啊 自然杀手细胞就以最慢的速度 帮我们去毁灭这些癌细胞啊 今天我们要 我们的癌细胞的速度 快过细胞 还是细胞的速度快过癌细胞呢 肯定是要细胞很强 然后速度很快对吗 所以一定要吃对营养 要给对营养 这样子我们的免疫细胞们 才能够100%的提升 其实根据营养民学家们 多年来的研究发现 这些小战士们 我们身体的细胞们需要的营养 也就是这三大营养素 就是这个植物营养素 抗氧化剂跟多糖体 那么什么是植物营养素呢 其实每一个植物里面都有 因为阳光很晒对吗 然后又日晒雨淋 就是这些植物营养素 保护植物不受阳光纸外线的伤害 在很长时间的照晒底下 暴晒底下 它还是可以长到很高 还是可以长到很壮 所以越高的植物营养素 对我们身体就越好 比如仙人掌 那么什么是抗氧化剂呢 其实抗氧化剂简单来讲 就是抗老化剂 每一个蔬菜水果里面都有 那么越多种类的抗氧化剂 对我们身体就越好 尤其是玫瑰 蒸叶樱桃 蔓越莓等等 那么什么是多糖体呢 其实多糖体 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菇类里面 有人喜欢吃菇 有人不喜欢吃菇的吗 对吗 但是今天它是我们免疫系统 所有人都需要的营养 包括这个巴西莫菇 五绒 植绒 东虫 下草 菌尸体等等 吃越多种类的这个多糖体 对我们身体就越好 哇